秘鲁的马丘比丘 玻利维亚的天空之境 都是被誉为一生一定要去的南美洲景点 但现在秘鲁紧急锁国 台湾团卡在神秘国度回不来 有一团是南美五国的行程 它是3月10号出发 预计4月12号回到台湾 整个行程天数是34天 第一个国家就到秘鲁 到秘鲁之后就出不去了 现在南美五国只剩下南美一国 旅行社这款南美五国行程 安排走秘鲁、巴西、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 参观世界级衣机 品尝当地美食 一个人团费药价60万起跳 属于金字塔高端旅行团 就在秘鲁宣布戒严后全部喊咖 被滞留的台湾团 只能关在秘鲁饭店里 不能上街爬爬走 一名带秘鲁团领队 被剖出两天前抵达秘鲁机场 防疫人员在登机口检疫照片 强调秘鲁的防线也很严 在秘鲁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封闭了机场的代表处 会尽量协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安置在旅馆里面 让他们的生活无余 团长应该有义务 去帮他们量体温 然后注意他们的早期的症状 不要自己人传给自己人 目前滞留秘鲁的台湾团 四团79人 滞留阿根廷的一团8个人 外交部已联系上 虽然中南美洲疫情还不算严重 确诊病例大多维持个位数 但陆续封关 台湾旅客回家的路还没开通 记者郭向邵玉敏SNG小组台北报道